皇家骑士收到威斯顿二王储的示意,做事要对商语出手。 公爵,乔治大王储来了。 大王储? 真的是乔治来了? 是的,而且…… 我的弟弟,思雁厅,什么时候成了大法官审判的地方了? 英帝皇室第一顺位继承人,乔治王子,全场所有人瞬间起立。 包括商语也缓缓站了起来,除了正在发短信准备搞事情的李翘。 男人勾沉淡笑,拉着他的手腕轻轻一拽。 乖,等会儿去吧。 三秒后,乔治大王储站在了商语的面前。 乔治王子? 大主教跟我何必客气? 李翘吃惊,大什么?上医院工会教区的大主教吗? 那可是和大法官并列的教会领袖啊。 是,是他家商约? 相比之下,劳伦斯侯爵算个啥? 别说大法官,就是乔治大王储都不能随意给大主教定罪。 此情此景,正住的何止是李翘? 有一个算一个,英帝本土所有贵族都被那声大主教震慑住了。 大主教,教会领袖,资历和影响力达到一定程度,甚至能给贵族进行加冕仪式的大主教。 他真犯得着去买勋爵头衔,大主教比爵位牛逼多了好吗? 这时,萧叶辉就站在商誉的几步之外,瞳孔紧缩,猝着眉头。 萧叶炎也是难以置信地望着乔治大王储,他甚至想问一句,你是不是认错人了? 萧夫人更是神情恍惚,表情呆滞地望着商誉,大脑一片空白。 后排,苏医道,按照你们英帝的宪法,公然污蔑大主教,得判几年啊? 十年往上吧,据说教会领袖能和皇室平起平坐,污蔑大主教等同于污蔑皇室罪该万死吧。 乔治王子,您怎么来了? 我不来,又怎么能看见你当众对大主教进行审判? 威斯顿尴尬地善笑,隐晦地打量着商誉,供了供身。 呃,确实不知道您就是大主教,这些年也没见您露过面,这真是一场误会。 男人压下了伯唇,但笑不语。 你不认识也全有可原,但下次切记别这么冲动,不然让人看了笑话。 您教训的是? 看上去倒是汹有地功,但现场的贵族人尽皆知,王位之争早已进入了白热化。 如此和睦,不过是维护皇室颜面的手段。